我们看到因应这个整个洪仲邱案 现在所谓的军事审判法 在8月6号呢 已经在法院呢 是立法院三读通过 但是马总统还没有公布 现在这造成的问题 就是导致陶检跟地院 无法取得洪案的管辖权 结果加上马总统今天又要出访中南美洲 22号裁返帝国门后 公布呢也要三天的公告期 这让洪家家属感到很失望 军事审判法第一条 第34条 集第237条条文 修正通过 军审修法三读过关 修订现役军人只要成平时期犯罪 都能由军审改为一般司法机关追诉审理 只不过法条过了 公告还卡在文书阶段 洪家就怕拖住陶检侦办进度 满脸失望 破口对准正要出访的马总统 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在遇到阻碍 不让赶快把这个管辖交出去 这个案件就一直停在这 回顾这一场朝野都有共识的军审修法 5号就由洪慈庸北上亲自拜会立院党团 隔天火速三读拍板 只不过教队作业需要7到10天 预计13号才能出立法院 偏偏马总统出访中南美洲 一去就是12天 回国后收文 依法三天内公告 最快也要25号才能生效 我大概是后天早上批 后天早上批完呢 就马上送到总统府那边去 来去做一个公告 那我们会等到立法院的资文送达以后 会依照宪政的体制尽快的处理 红岸重创国军形象立委 速审修法企图挽回民心 总统却没收到文就要起飞 一来一往的时间差 叫红家得多等上大半个月 执法效率和关键证据保存 都让红家很忧心 中文新委台北太重 总统的报道 总统的演员